好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周鸿一是这样 就是说你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从用户开始 以用户的体验和感受为第一原则来结构 这个事情在360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发现你们这个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有深刻的教训之后 你才获得了这样的感受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付出这么血的代价呢 就是为什么大家所有人做产品 都是跟用户的体验都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那么切近 那么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这么走 这是原因是什么 360倒没有太多的走弯路 因为有371的教训 360我们是从一 我说的就是从那个教训来的 这问题挺难回答的 因为人本来人就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动物 对吧 比如说我告诉大家不该抽烟 不该酗酒 每天应该早点起床 晚上十点钟之前应该睡觉 为什么大家都做不到 很多道理是对的 人生道理 我看那个开副了书 我看什么肯奈基的那个成功之书 我觉得那些道理都讲的对了 我就是做不到 你们能做到吗 包括我刚才说的做减法 这好像是有时候就是人的本性 对吧 所以你一旦做产品 你会有很多纠结 你会有你的局限性 你会有公司利益的纠结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有的时候会有金融对手的干扰 特别有时候金融对手一做什么事情 你吞了就火就起来了 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删我呢 看我帮你删得干干净净 对吧 所以呢 所以这个道理 其实我今天讲的都是大白话 对吧 这个道理也没有啥不难理解的 但是想做到真的挺难的 而且我实话说 这些道理今天我只要不小心 有的时候我还会违背 我有时候做产品又忍不住会说 应该做个这功能 因为我喜欢 对吧 应该做个这功能 因为我觉得能不能再多做一点功能 对不对 实际上 我只能说这是人性的问题 跟道德跟什么也没关系 就是说刚才您说的那两本书 是否能再分享一下 因为我没记下来 给大家推荐这几本书 你们不要老以为我是老跟人打仗 老觉得我是一介五福 其实我一年能读一百本书 你们很多人读书量肯定赶不上我 我一年至少能读一百本书 所以推荐大家看这几本书 一个是中信出版社出了一套 叫创新者的窘境 创新者的解决方 困局吧 我忘了名字了 你们可以查一查 他应该有中义本 创新者的解决方案 还有一套呢 就是我刚才讲侧义战 这有个叫定位大师对吧 叫特劳特吧 特劳特 就定位理论那个发明者 他的一套书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应该机械出版社 也出了一整套 有什么定位 再定位 什么是战略 还有这个营销战 营销战还有个译本 也叫商战 我觉得我了很多的理论上面 都从这些书里来的 就推荐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今天光靠在微博上 获得那些快速的东西 没啥营养 还是要看书 然后看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 这样你的进步会比较快一些 朱老师你好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大家要感谢我 至少两个条件 大家不用说感谢了 第一回家给自己能装的电脑 都装上我们软件用我们的浏览器 对吧 回去单位里都用我们的东西 对我们这个支持 第二都在微博上都做我的粉丝 对吧 这两件事我都干了 就击不败那个百分之九八 其他人电脑慢点 完了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问题 一个是您个人怎么平衡工作跟家庭的时间 然后您怎么 就是您的团队 当这个碰到这个冲突的时候 比如说你把这个开发时间 压缩一周或者一个月 那很可能有很多团队是半年一年的时间 他都在这个上面 没有什么家庭的时间 谢谢 这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 因为这方面我做了也不是很成功 就是说说是balance 其实很难balance 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你全力投入 所以我只能说在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都在事业上做一些投入 然后为你将来在这个社会里 赢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对吧 可能将来也许你有 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对家庭好一点 如果反正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 如果你没有一个 你一辈子都处在食物链的底层 就是你就天天跟家里人带来一起 苦力也不会太特别开心 那对团队来说呢 我觉得团队 其实我们团队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这个但是这事情总是难以两全 但是至少先做到比一周吧 你可能留留至少留一天给家里吧 如果有80后评价说 老周你这活得太累了 我不要你活得这么累 就是说不要那么艰苦 我就是要拖半年这个产品再发布 你是怎么来 你都是80后吗 你公司估计也不会都是70后吧 是这样的 第一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这个事呢 确实我觉得没办法 但是我们很多人 就跟我今天也不能算很有钱 但至少财务上自由了 我还能一周工作个六天到七天 每天工作十几小时 你觉得是为了钱吗 已经肯定不是了 就我觉得做事很有乐趣 就我每个人在追求财务的同时呢 你其实还要追求一种成就感 对吧 我觉得你要做出一些产品 think different 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你能够在这个世界里 留下一些自己的创造的痕迹 我觉得你的团队 是要能认同这一点 才能凝聚成一个团队 第二个呢 关于时间 事实上我们真的做好一个产品 从长期来看是要花很多年 但是呢 为什么我说有时候这个开发周期 要给的短呢 它不是一个从零开始时间 可能很难一周 谁也不可能一周就从零做这个产品 但是我是讲 有的时候你要压缩它的资源 有时候资源多了 对团队不是个好事 比如说你真的给它三个月时间 它可能就会想很多东西 它就会失去焦点 它可能就会找不到重点 这时候你给它压到三周的时候 可能这时候它就 它可以给你来博弈说 如果只做三周 那我只能做一个功能 我说好啊 你就告诉我该做哪个功能 对吧 很多时候在做取舍的时候 原本不把它逼到极端 原本是做不了取舍的 比如说 今天我就问你说 这公司 这个业务三个部门 砍哪个部门 谁都不想砍 谁都不想 就觉得哪个业务都很好 最后你就反正说 好 如果现在我们公司活不下去了 现在只能留一个业务 对吧 在最细端上 它肯定就能排这个业务 人不给自己逼到这种 很极端的情况 人是不爱做选择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压缩资源 把团队不弄得太大 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 我也是从3721那个年代开始过来的 那个时候对您的软件确实是也很有一个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您的转变比死于柱的转变更大 对自我的救赎是不是也更彻底 我有两个小的具体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们360的安全卫视 在海外市场现在发展的一个情况 你怎么这么让记者出身 不是 因为我很好奇 因为我觉得360卫视在中国 我希望今天既然有时间跟大家交流 大家也不用列齐 还是围绕着我讲的东西 对吧 我跟大家谈 你看你今天白听了 我给你介绍360的宏观的海外战略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大家其实没有意义 不是 我是觉得如果360像在您的思路下 应该是通斥的 不会说只在国内 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第二个问题就跟您说的比较接近 就是刚才您提的都是彻翼站 现在我觉得口信跟这个微信 是不是也要正面了 不知道这一块 这个360是怎么样一个考虑 如果不方便 可以不解释 这几个问题都是360内部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真的跟大家没关系 我今天来拿360做了一些例子 更多的呢 希望大家 就是说我 当然有时候你们可能觉得 听我在这谈指点江山 基安文字 谈一些东西故事 通说革命家史 大家觉得谈得特有劲 其实听完了就跟棉花堂似的 你发现对你有啥意义 对你没有营养 我今天说的东西 希望他 各位回去之后 能够生理定型的 能够 知道对你的做事方法 能有所改变 对吧 能够对各位做创业 或做公司能够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我们话题 不要太失交 因为如果发散了 我能回答很多问题 对我可以告诉你 好像你的八卦 你还要听吗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实际交定 就之前一段 我当时在微博上面 当时我反映 那个 360浏览器 它那个启动 还有那个关闭的速度 比谷歌浏览器要慢 当时我 发条微博的时候 我当时 att了您的姓名 然后后来 您当时回我了 我回我之后 我当时觉得非常兴奋 然后我就给您发邮件 又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 后来以后 你的那个产品经理 也跟我有过联系 但是联系一次之后就 再没有下文了 是这样 反正另外就是我 那已经很不错了 知道我还给你回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 我现在觉得 就是你们那个310 你跟马哈腾爱的 你看马哈腾回吗 就那个310浏览器 让我感觉 它的功能真的是太多了 你把谷歌那个浏览器 打开以后 它的界面和按钮 就是您刚才说的 非常的 非常的简单 好 你说你的批评朋友道理 这是第一个 对310想象不了解 就是我们 对你这种用户 我们专门有一个急速版 是满足你这种用户的 这种需求的 我们的急速版 肯定就是用谷歌的 那个内合作的 当然比它做的 根据中国的情况 做了很多调整 第二个呢 就传统的安全浏览器呢 这个 你看我们最新的5.0版 在启动速度 各方面已经做了 很多的提升 两款产品 必有一款适合于你 现场观众 一定觉得你是我的托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 做广告的机会 我顺道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在微博上 有时候也会亲自去 看用户的反馈 并不是为了作秀了 其实我就讲的 我自己都需要 包括有时候 我需要在别人的电脑上 去装我的软件 或者微博上去听用户的反馈 哪怕是用户骂我的声音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你要保持对用户的 一线的这种感觉 如果不能有这种感觉 你的用户越来越远之后 那你就很难真正做到 从用户角度去考虑问题 周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360在PC上 已经说实话 已经占有了 这个绝对优势的地位 但是现在这个 安卓智能机上的 这个黑客后门软件 包括一些 像Carrie IQ 这种各种各样的 这种东西 从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 还不是咱们360的手机版 还只能做到一些 像什么恶意 垃圾短信 像恶意呼叫 这些 就是这一块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 有什么机会呢 手机上的安全 360其实已经投入很大的力量在做 我感觉没有你什么机会 因为腾讯也进来了 对吧 所以就是这种 一旦被证明的一些模式 或者已经有剧头在里面 我还是主张大家就不要去碰了 就这里边呢 很多时候你很难 就是找到这种真正的缝隙 我想问一下 360最初的2000万用户 是怎么推广跟营销的 我刚才讲了 今天在互联网上 你的产品体验做得好呢 它第一本身会有口碑 对吧 当时呢是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呢 就是说毕竟这么多年 大家知道中国互联网里 除了腾讯的客户端 其他很多大的客户端 都是我做的 或者我投资的 我们这个团队在客户端上的理解 还是比较深的 这个还是跟你这么多年的积累 有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当时市场时机特别好 因为全中国互联网都在祸害网民 对吧 又没有人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民有巨大的需求 反流氓软件 但是又没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白 第三个呢 就是当时我们的产品 刚才我也讲了做的比较极致 所以虽然机装粗糙 界面上难看 但是呢 它确实能解决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我意外强调 你要给用户解决问题 当然第四个呢 是一个意外 就当时我们 这个是可能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 就当我们当时下了这个决心去做 我觉得跟同行相比 就是有没有胆 别人没胆 我们有胆去做 就我们比较250嘛 当时呢 就成了行业公敌 因为你查杀流氓软件 都断人财路 对吧 所以当时行业里 很多人跳起来反击 这个名字我就不提了 当时有几家互联网公司 对我的这个反击 我的名头 就那时候被他们给弄坏了 因为 然后呢 当时贴了我很多大字报 然后当时把桑林 骂得狗血喷头 当时我以为 我都要被骂死了 后来没有发现说 原来大家替我 这个口水战替我起到了 巨大的宣传作用 对吧 当时这个巨大的口水战 在当时 你们可能很多人当时不知道 在06年 下半年在中国 那个当时不亚于三寿大战 当时已经 当时CCTV都报道了 各地的电视台 晚报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就不论别人怎么骂你 怎么给你泼张水 最后用户都知道了你 用户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360 可以查杀流氓软件 对吧 而且确实很有效果 所以呢 最后用户呢 他才不会管行业怎么说 用户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 所以这是360 我觉得实际上 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营销 所以我讲 也是有运气的成分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老师说到了 就说到任真飞的一句话嘛 就说把指挥权交给 离炮生最近的人 那我想请问一下 请教一下 赵老师 在咱们360里面 针对微创新 从基层做起这一块 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一次呢 我是电信公司的 电信呢 我们来了很多同事吧 然后我们也想 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从在360也好 或者之前的3721网站 和电信运营商嘛 和电信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 感觉电信公司 给咱们电信公司吧 移动互联网 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方面的一些建议 或者就再说具体一些 微创新的一些建议 就两个问题 谢谢 第二个问题不用回答 我已经把我的刻录来 给你们领导 回去看一看就好了 对吧 电信运营商 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 老是想 企业太大了 层次太多了 其实 对吧 就是 所以我是觉得 离互联网一线太远 所以 虽然有很多资源 但做来的产品 实际上是离用户的 是把握不住用户的需求的 这个呢 我就不多谈了 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在企业里面 第一企业要扁平 我们 我们开会 不是说我跟副总开 然后副总再跟总监开 我们一开会 可能主管的副总 相应的总监 还有相应的产品 所以底下的产品助理 会在一起开会 一起讨论 第二个公司有邮件嘛 那任何员工 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那用户 在网上 骂我们的声音 我们都会听到 或给我们的 意见反馈 我们都会听到 那更好 自己内部的员工 他提建议 他是可以 给大家写信 那么而且呢 我刚刚讲了 很多时候 内部的评价标准 是从用户乔 因为大家可以做数据 可以看测试 对吧 我这么改一下 用户的数字是正向的 对吧 那所以跟职位高低 没关系 所以还是在公司内部呢 要形成一种 比较扁平的 比较民主的一种 比较自由的一种文化 所以360能够走到今天 我觉得包括很多人 愿意在360能够干事情 包括很多人 甚至很多年轻人 就是说 我们不是一种成绩结构 他们很多人感觉在这呢 他虽然他的title并不高 但他觉得在这能发挥 而且他的意见 能充分的表达 我刚才讲了 刚才我拿开机小助手 这里边可能就涉及到 很多年轻人在中间 会提这个建议 当然呢 所以我们也主张呢 其实华为有这个 年轻人进公司啊 我们主张 不要提大的宏观的东西 对吧 进来老大跟我讨论 我的国际战略 对吧 讨论我的无限策略 我跟你讲 刚才这里 刚才有人跟我说 我就不爱给你讨论 无限策略有什么好讨论呢 口信跟微信 说的难听话 我们的产品都还没有 正式的讨论呢 你讨论这种策略 没意义 要真讨论 你就给我提 说口信 我觉得你哪点做的不好 哪点用户用的不如微信 对吧 就这种东西 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 所以在公司里 我们鼓励年轻人 多关注细节 多结合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吧 多谈你哪个产品的改进 你说外面来 我这求职 你别给我写 告诉我360 应该怎么对付QQ 我老有人给我写 我将去怎么打QQ 我说谢谢大哥 不需要 对吧 我说第一 我跟看中什么 你就老老实实 像刚刚跟我说 我浏览器哪做的不好 浏览器有什么毛病 到底怎么样 我一直强调 今天我们每个人 多关注微观的东西 多关注细节的东西 一个企业真正做经营 它真正的天使和魔鬼圈 都是藏在细节之中 刚才您提到了 客户至上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做软件的 在客户至上这个问题上 包括它的问题的提出 可以说它自己都描述不清楚 我想问一下 作为360来说 怎么来收集客户的需求 并且筛选出客户的需求 最终实现它 这些是怎么做的 有些具体方法没有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但值得多再讲一节课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只能简单说 第一 用户经常会表达不清楚 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跟用户去相当一种访谈 你要不断地问很多问题 去指导 比如说用户有时候 他的想法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开会 有一个主持人当场 他当时 我真脾气比较大 有一次我去开一个会 当然那个主持人 对我特别不礼貌 他说360泄不掉 我当然就火了 我当然就觉得说 你怎么能这么当众照扬呢 因为我中国这么多用户 如果360真的泄不掉 大家还不早就翻了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不高兴 我说 所以我就把他臭骂了 我就差点摔了话筒就走了 但是后来我回去想了想 我后来就让人 再去找他了解了一下 我就说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叫卸不掉 后来我发现是什么问题 就他卸载的过程中 他卸掉了 当然可能残留了一个目录 可能我们软件很多 有一个软件目录没卸掉 我们可能就认为 这就是卸掉了 就残留 但是普通 他作为一个那种 半瓶子处用户 他有普通用户 可能这个目录没有删掉 可能普通用户也没感知 他又感知到了 但是他又不知道 这叫残留 他就会认为叫没卸掉 所以后来我们就要求说 那我们以后卸载的时候 把我们的目录再过一遍 对吧 就保证说 保证说最后所有的东西 一定把它最后能卸得干干净净 就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可能这个人也没错 他只表达他的情绪和意见 但是我们也没错 我们并没有 因为我们理解的 不能卸载是什么概念 就不让用户卸载 就跟流氓软件 赖在用户的电脑上 对吧 这大家的定义实际上 你发给用户的词汇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发现了用户 我只能在微博里 给你回忆一下 给你回忆说 你跟我一个联系方式 我们的技术人跟你联系 很多时候 他会要求远程 看你的电脑 对吧 他一定要看 在你电脑里发生了什么 他一定要了解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单个用户的意见 是不能完全听的 因为单个用户 他用户比较自我 按照单个用户的意见 你可能会 他会提出 各种奇奇怪的想法 这就要求我们 采进用户意见的人 有时候很多就是我本人 我也在带很多产品里 确实需要你 激励很多经验 就你真的见过很多用户 就有点像老中医似的 你真的看过很多病人 你见这个病人的时候 你就能把 就是你就会有经验 能做一些判断 这个东西 确实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能讲清楚 这个值得 可能我自己都在想 这个都值得 专门写一本书 所以对各位来说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端正态度 多花时间去听 倾听用户的声音 多从他的角度去想 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做了多了 你可能就能感觉到 我也是说白了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 我很多时候在做客服 当年我从一个技术员 转变成一个产品 对我最大的体会是 当年我自己 很多年前自己做了一个产品 我到处去卖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说 用户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些技术员认为 不正自明 这种不言而喻的东西 对用户来说 他会觉得完全不能理解 大家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用了词汇 对一个词汇的理解 都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要求 用户的态度再怎么样 或者用户的东西 你觉得再费解 你还是要努力的 要从用户的角度去琢磨问题 第二个就是 多广泛提你用户的意见 你好 周总 应该这是我们 我们来自 沈阳大连的 东尔集团的一个团队 这可能是我们听课中 最愉快的一段听课时光 那么我想分享的是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三宗里 是解决了我们家里电脑的 一个电脑管理 这个流氓软件的问题 那么 其实我们作为父母 很管小孩用的时候 这些游戏 或者一些这种 这样一些东西 是否能够在这方面 有些提高 这是我一个建议 因为我觉得您 可能有小孩 特别关心孩子 上网的时候的一些 不量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在子女教育方面 就是作为一个 教育小咒理的一个功能 那么对于小孩时间管理 小孩的游戏时间 和他的读书时间 阅读时间 玩的时间 能够去形调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诺度 这样我把我的邮件 给大家留一下 就是我的邮件 zhy at360.4n 欢迎大家给我写邮件 好吧 这种建议具体提供应 我们在邮件里在讨论 就不在这当众讨论了 好吧 好 谢谢 但是关于儿童这事 我们考虑过 但是第一是我刚才讲过 要专注 我们安全上还没有做好 对吧 第二个儿童这个事 就是如果不能把它做得很好 就跟有些软件 家长用网 觉得可能也许能解决 什么小孩浏览房子 网站的问题 实际上你又解决不好的话 这才叫害人了 而且现在很多家庭里边 小孩比爹妈还玩电脑 玩得更利落 对吧 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考虑好 我们不会轻易的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还是数业有专攻 所以你不要做着做着 就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 其实能把有限的事情做到最好 我觉得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周总 作为天使投资人 您的投资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问题 其实我作为一个天使投资 我是非常率性随意的 就是碰上了 感觉好就投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 因为现在很多天使投资人 他们可能就把这当成职业了 就一定要追求什么这样的回报 这时候他就会有很严格的要求 其实我理解真正 我所欣赏的天使投资人 包括像老薛那样 就是很随意 投出去了就全当帮助别人了 就这东西不一定 说就有 就能够有很明确的回报 而且真的这样的天使投资人 这样才能够 就不给大家更大的压力 但相对来说 可能我就看两个方案 第一是看产品 产品让我就觉得说有意思 这产品能给用会有价值 他这么挣不挣钱 我个人觉得我考虑的很少 因为越早期的东西 越不知道怎么挣钱 第二是看人 看人上来说 就看这个人呢 第一是善于比较开放 就因为你说你多牛 你肯定都要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 你都要再成长 一个不开放的人 就不能够与时俱进 具有学习能力的人 他是不会成长的 没有成长能力的人 我觉得他很难做大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看他有没有合作 合作精神 因为一个人再能干 他也干不大 他需要跟投资人合作 需要跟其他团队的人合作 需要跟产业链里上下游合作 所以有一种比较开放的胸怀跟心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也讲的比较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谢谢大家对桑林的好奇心 也谢谢大家对桑林刚才的各种建议和关注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按照我讲的原则 我们今天既然我花两个小时跟大家讲这样做一次课 我就希望我没有白来 我就希望说我们不是听完了哈哈一乐 对吧 是很你们都很快乐 我希望能真正把我讲了那几点 微创新的东西呢 能够学以致用 而且我相信这些道理都是非常基础 很朴实的东西 大家按这个方法去做 尝试着去做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希望你们都能做出优秀的产品 当然有优秀的产品也希望有机会 反正我也留了邮件 桑林愿意跟大家合作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有开放平台 对吧 大家如果有好的项目 那我们也愿意 无论桑林和我个人 有好的项目 好的团队 我们愿意来做投资 好吧 谢谢大家